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能和另一半就是过恋爱纪念日 为什么会这么说 以前他们都不跟你过恋爱纪念日吗 就我之前的恋爱经历都比较短 然后都没有过过一周年的恋爱纪念日 没有熬到一年 对 对 对 这是一种反尔赛吗 就是你的频率 不是 不是 你是这么理解的 角度很新奇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你看你这话说的 没有一起过过周年纪念日 你下次可以改 比如说满月纪念日也可以纪念一下 满月 实现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是的 一个月都熬不到 这可能性不大 好 17号 哈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想过一个怎么样的恋爱纪念日 就是当天您会有什么安排吗 我是想 我们两个如果当时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或者是想做的事 我们可以一起去做 就比如说 就在这段时间有一个艺术展 然后或者有一个演唱会 就你特别想去 然后会陪着你一起去 然后如果你有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旅游 我们也会一起去旅游 然后拍属于我们两个的回忆 2号 那阿宾 你好 就是你喜欢旅游 我觉得旅游的时候 可以和我们专属恋爱记忆味道的 山楂树下山楂之酸酸甜甜 才是恋爱的味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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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 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放我鸽子 20号 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我放你鸽子 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我接受有原因的 你要提前跟我说明 我不接受那种无缘无故 然后什么事情也不跟我说 然后就放我鸽子 好的 谢谢 2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能接受什么原因 就算没有原因 我可以先编一个 好 你编一个 我们听听看 比如说崴脚了 肚子疼 在家没有衣服穿 他在家没有衣服穿 在被子里边 等人送来衣服 就没有满意的衣服 就不能出门 就我任何原因我都接受 只要你跟我说明就行了 你不能就什么情况都不跟我说 然后就把我再晾在那儿一直等着 不要无故的消失 对对对 好 要有消息 你哪个胡周一个也是个态度 敷衍都是一种态度 就怕你连敷衍都懒得敷衍我 就饶命了 3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你接受不了另一方 就是无缘故的放鸽子 但你能接受他迟到吗 就可能迟到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你一直在那儿等 迟到我是能接受 但是三四个小时 我是觉得就有点久了 就一两个小时 你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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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 迟到四个小时 跟放鸽子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 就是 他的意思是 就是我先把下一场弄完 再来赶这一场 我认为四个小时 已经可以够干两场了 吃个饭加看电影 四个小时也差不多了吧 对 你刚才说 一两个小时完全能接受 兄弟自己说出去的话 是有记忆的 要认账 约了看电影 七点钟看电影 等两个钟头 他是可以的 就看下一场吧 就看下一场 一两个小时 他说你以前跟前女友们约会 最多他们迟到过多长时间 我有一次就出电的时候 就我是网面然后认识的 然后我们见面的第二天 就放我鸽子 就不跟我说明情况 他就一直把我量在那六个小时 把我量在那六个小时 然后晚上我才回去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他不跟我说明一下 然后就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联系了 你还要通过六个小时 来判断这个事 六个小时我都忘了 他在干嘛了 不是在等一种天文现象 还是在干嘛 你们之前是网恋对不对 对对对 见了第一面 第二天就放了六个小时 他可能跟长相会有一定的 我也是认本认为的 所以刚才是开玩笑 我想跟你说的是 时间对大家都公平的 你认为在恋爱的时候 让你等两个小时甚至以上 他对你还有一点 我们都不谈喜欢不喜欢 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尊重 对对对对 就是当时也是傻 我希望你现在好一点 来看第一条片子 我叫小林 是个重庆刷丸 不辣 喜欢刷 有点懒 有点屁 就很会玩 刷丸就是个好刷的人 刷丸都是傻的爱刷 从小我就爱玩 做蜜茶 玩枪杖 尤其爱画画 人物景色随时随地 天马行空 上学的时候就管不住自己的手 喜欢在书本上吐吐画画 这个是个挖掘机 在我看来挖掘机 他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生命 我就跟他画了个眼睛 是不是很可爱 爱字嗨 想象力过于丰富 经常一个人捧着手机撒笑 喜欢跳舞 听到音乐就忍不住放回自我 当然人多的时候还是很收敛的 喜欢一切酷的东西 爱看涂鸦 喜欢Rub也会Free Style 玩游戏只求过瘾 打到国富前100 就直接卸载 对我而言 人生在世 刷锅才不留遗憾 刷锅不靠谱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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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爱玩 但是工作起来 还是认真踏实的 现在从事的是 舞台视觉设计的工作 未来考虑进入家庄领域 希望在25岁之前 自己银行卡里 有6位数存款 身边也有一起探索生活乐器的她 刚才跳舞的时候我想起来了 我们台上也有学跳舞的吧 来 晒严谨 来 晒严谨 好 他们俩那个颜色搭配 哎 像情侣装一样 哪 这一样 你是来 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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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厉害 厉害 好不好玩 傻 好不好玩 好玩 傻玩 我跟台上的女生 包括她显然不是一代人 但是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全国统一版的 小朋友玩的东西 来 里面一下 砸那个纱包 那个活动你小时候也有吗 对啊 为什么我的小时候 也是砸这个东西呢 写年龄了这个 来 13号 翻那个翻绳 翻那个小汉绳 对 翻花 这个我也有 我们是同龄人我发现 来 徐若彤 弹弹珠 男孩玩的 趴在地上 那我们也玩呀 打洋画 拍洋画 拍洋画和香烟叠起来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把它翻过来 然后就可以赢很多 我拍到晚上回家手都拍肿了 我穿一口袋 然后遭到家里边的一顿毒打 我说 吴璇 跳皮筋 那是女生对对对 女生是玩跳皮筋 我小时候记得那个小浣熊的卡 就那个方便面里面 什么水浒传 凌冲各种那个卡 然后插一张就浑身挠 我一直觉得那是我们时代的盲盒 对 就你买一包小浣熊 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一张什么武将卡 对 试着头发都长成翻面面了 也没吃出来那个 我都记得我找那个凌冲 急了一年 不知道买了它多少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 后来厂里边说并没有印过凌冲 重庆的小朋友有没有一些地域特色的玩法 有 有 我小的时候就是孩子玩 就带一堆小朋友一起玩 比较记忆忧心的 就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大石坡 那个大石坡有一个滑道 然后我就带着他 大家一起玩那个说说摊 滑梯 就一起滑下签 然后每次滑完回去 就裤子这些都是破洞 然后回去就被家族抽打 抽陀螺 对 这是一套 一个套餐 他们成立了一个组合 叫新裤子组合 新裤子 余老师 男嘉宾 你好 我很羡慕你小的时候 喜欢画简笔画 然后你长大了之后 从事的是这个视觉舞台设计 是吧 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练游泳 然后我们教练 让在那个游泳板上 做一个记号 所以我回家就画了一个海豚 然后我周围的小伙伴们 非常羡慕我 都夸我这个鲨鱼画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画的画 当别人看不懂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就我会不会太在意这个 我是那种就是每次自己想到的 是自己想到的 别人想到的是别人想到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小兄弟才艺多多 他还会教你们画画 是不是 你教他们画 对 我可以 大家 来 你教他们 我接下来练口诀 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画一下 两个圆圈站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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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的圆圈 小哥哥你也可以稍微撞过来 让我们稍微看一眼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脑洞 就是你想怎么话就怎么话 对 等了 继续 然后一条线穿成圆 一条线穿成圆 然后圈里一个弯弯的嘴在笑 圈里一个弯弯的嘴在笑 两条前腿站成站 两条前腿站好了 画上身体和后脚干 画上身体和后脚 然后另外一边再画切 再画另外一条腿 你看我学这点外语 容易吗 然后现在就画完了 现在就画完了 好嘛 你给他们看一会儿嘛 你画的是啥子嘛 哇 这么厉害 来来来 每一个女生给我们看一下 不好意思 roll 可以 鱼教授画的天呐 哈哈哈 鱼教授画的天呐 wow 陈铭给我们看一下 我严格按照你的这个指针来的 还可以 还可以 我跟你说 陈铭这幅画你拿去 你把它表写 挂在哪个美术馆 你说是毕加索的早期作品 毕加索的 我看也没人敢说什么 看下一条 什么都可以耍 但爱情耍不得 我对待爱情很认真 但四段恋情中 最长的也没能成到 一周年纪念日 最久的一段的话 是四个月的恋爱 在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发生了一点误会 当时我参加了一个舞蹈社团 有次练舞 他来看我排练 没想到编舞老师 临时加了一个动作 当时他就在旁边坐着 我很为难 坐吧 他可能会生气 不坐吧 就耽误大家时间 所以我还是坐了 他当时就气得送了出去 我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排阵进度 就等结束之后才去找他 他当时就很生气地问我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追回他 到最后还是老师接我说情 他才肯跟我复合 但后来发生一件事 让我决定跟他分手 就是有人问他有没有男朋友 他含糊其词 不明确告诉别人 他是有男朋友的 这让我很难受 我不知道我在他的心里 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觉得谈恋爱要坦荡 如果有人问我 他是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肯定摟着他就说 对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分手后 他突然打电话质疑我 说我在背后说他坏话 但我的性格就是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我不否认 不是我做的 我也懒得跟他解释 到最后 我跟他的误会 都还是没解开 未来我想找一个 不笼章艳母 不泡巴 爱生活的女生 我们一起谈一段 长长久久的恋爱 排练的时候 到底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当时在排一个孝庆舞蹈 然后有一个托举 我需要摸我的另一个舞伴的大腿 要抱着他大腿举起来 然后你女朋友在现场 你的思想在斗争 举还是不举 当时排舞的老师 也是在跟我们一直说 坐呀 坐呀 然后我当时看见他在旁边 我就犹豫了一下 那当然后来还是坐了 太难了 那个被你拖起来的这个女孩 和你那个女朋友 你觉得长得哪个好看 我是觉得当时 我肯定我都没有在意 我的另一个舞伴 我就是觉得 我的女朋友肯定是最好看的 对呀 王淼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前男友 他也是练舞蹈的 所以我对男生和女生 就是在跳舞之间 比较亲密的举动 我是不太在乎的 但是我更在乎的是 你和这个女生是处于什么状态 就我的舞伴跟我的女友 她们是一个班级的 我跟她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排舞的朋友 那假如说你这个舞伴她喜欢你 然后在编舞的时候 可能会加入一些这种比较亲密的举动 你会怎么去做呢 如果她私自想跟我靠近 或产生一些暧昧的动作的话 我是肯定抗拒的 我理解9号问的那个问题 也许你觉得我跟那个舞伴就是跳个舞 但是有没有可能 那个女孩觉得 哎 还是有点那个什么的 你说 哎 不可能 门口等六个小时都等的人 不太可能 23号 男嘉宾 你好 对于就是恋爱 然后就一定要公开这个事情 是非常在意的 对吗 对 我觉得恋爱这个东西 本身就应该公开 就我不强制要求你发朋友圈 但是别人问道理 我觉得你应该给别人大大方方承认一下 那你来分析一下 她为什么不愿意 可能我觉得她应该就是 觉得我们这段恋情她不是很看重 13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你谈的恋爱都没有超过四个月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 是出在你自己身上 还是出在对方身上 就你自己觉得 我承认我有问题 比如说我的前一任 我是觉得她触碰到我的底线 所以说我会就一无反顾地跟她提分手 我的底线就是如果我的另一半 别人问到她 你都不敢承认的话 这是我的底线 你没有问过她原因吗 为什么要这样 我问过 就当时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当时我就问她 我说 我不是直接问 我说我们分手吧 我下午发了信息 然后晚上的时候都一直没回我 然后我就把它给散了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有以下三种情况 你看是不是 第一 你们对关系的 你对我进度调的理解不一样 你认为我们已经在谈恋爱了 而对方认为不算谈恋爱 这是对进度理解的不一样 第二 她认为你不够好 第三 还有另外的人 你觉得是哪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她觉得我不够好吧 徐若彤 就你VCR里说 你就是也不希望对方浓妆艳抹 就女生怎么样 你觉得她是浓妆艳抹的 比如说你要上舞台 你又一个节目 或者说你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就你画个妆 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 这个我是理解的 如果就是你在私下画得很重 就比如说眼影啊 还有一些 主要是那个眼影 我就接受不了 她主要接受不了眼影 这都是眼影爱好者 我自己是一个从来不泡巴 从来去外面夜店 或者KTV里面玩的人 然后因为那里面 就很多女生喜欢去玩 然后打扮得很那些什么 花子招展的 我们刚才在谈眼影 她一下到泡巴了 她把眼影和泡巴做了一种 粗暴的连接 对对对 这样行不行 她每天画得都美美的 口红啊 眼影画得好 但是不去酒吧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另外一种 天天在酒吧但是素颜 那个我不 那问题就不再化妆吗 这眼影背了个大锅 最后一个问题 李美霞 男嘉宾 你好 你刚刚说那个 你的第二段感情 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之后 你女朋友说你那个 说她坏话 然后你也不想解释 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耿直啊 一个男人必须得有责任心 就你做过的事 你必须得承认 但你没做过的事 我就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我觉得这是一种误会啊 如果她真的觉得是你做的 而且你还不解释 然后她心里更难受啊 当时她问我的时候 已经是我们分手 好几个月了 大家都已经陌生的情况下 然后她才来问我嘛 那我觉得就没必要去解释了 就已经成年往事的事了 现在留灯的是9号和21号 我们来看一下心动女生 徐若彤 来看一下她的制推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晓智推女生 萧琳的智推女生 萧琳的智推女生是杨乙娜 男生开朗有活力 喜欢有品味的生活 女生性格单纯善良 亲切温和 自信勇敢充满能量 男生可以引导女生 看见生活中很多美好的细节 女生可以跟男生一起 体验动感生活 需要注意的是 彼此在感情中的期待 和对恋爱的进度是否一致 是关系良好发展的核心 供你参考 我们来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张腾精 属于我的她 发现生活的美好 闲暇之鱼 你选一个 闲暇之鱼 有时间会去旅游 没有时间 那就一定会和朋友去打台球 属于爱玩技术菜 相信自己会越打越好 许乐彤 快刀斩桃花 不一样的我 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 工作上严肃认真 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放水 工作之外和大家打成一片 是一个将休闲和工作分得很轻的人 杨已娜 体育达人 近期规划我的恋爱观 近期规划 初步以工作为重 努力提高自己 如果遇到心仪男生相互喜欢 互相了解的情况下 一两年可以考虑结婚 王淼 请注意 小癖好 小希望 小癖好 如果生活工作压力大的话 会请你添加出去留 放松一下让自己结 这怎么能叫小癖好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我可能一不小心 没看见你的信息 或者你的电话 我在练舞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21号 我可能会直接打电话吧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比较多 因为如果你在忙 体验告我一声说 你要练舞了 你再忙 我可能就不会问了 但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说 就失联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担心 你要么先打电话 跟我说一声你要排练 要么就是你结束之后 马上联系我跟我说 刚才在干嘛 如果是有急事的话 我会频繁地一直给你打电话 打到你能接到位置 如果不是什么急事的话 那就不回就不回了 如果你提前告诉我 你要去练舞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太频繁地去找你 如果你没有告诉我 你去练舞 然后这个时候有急事 我可能会跑到舞室去找你 发现她在脱绝 得一步又上演一遍 你要做最后的选择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我就直接上去就行了是吧 4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港中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食品 港中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好